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日突破100宗 政府昨日宣布一系列加纳措施 包括由星期三凌晨开始 全日禁止堂食 限聚令由4人收紧至2人 室内外都强制戴口罩等等 为期7日 抗疫措施加纳 政府亦收紧豁免部分入境人士 强制检疫措施 包括暂停所有客船 以及没有在香港处理货物装社的 货船船员换班 其他负责货物装社工作人员的 检疫安排也会收紧 回回香港疫情爆发初期 即是1月23日 当时出现第一宗确诊个案 政府在7日后才宣布局部封关 但当时病毒已输入本港 爆发第一波疫情 去到3月初 当时全球疫症大流行 香港陆续出现一些由英美等输入的个案 政府去到3月19日才宣布要求 由英美等地区回香港的人 要强制检疫14日 但当时已出现酒吧群组等本地个案 爆发第二波疫情 到今次多名专家在月初的时候已警告 包括袁国勇、许树昌、梁卓偉等 就说豁免部分人士检疫会出现漏洞 会导致第三波疫情爆发 而政府上星期出稿 说这个说法是误解 到今日食物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接受传媒访问时 就终于承认第三波疫情源头来自豁免检疫人士 是有实证支持 而在昨日的政府记者会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两次被记者追问 会不会就着今次的大爆发道歉 他强调香港需要靠外地供应物资 豁免检疫是有实际的需要 说政府的措施是张持有道 希望大家理解 有时我们的政策不是前流不一 实际上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 张持有道 哪些时候我们可以宽松一点 这些时候认为可以收紧一点 但今次我们正在抓紧 抓得很紧的了 究竟是否张持有道 当大家周围找地方吃饭的时候 可能都心中有数 抗疫措施是否一视同仁 公平公正 标准是什么呢 当抗疫措施收得很紧的同事 今个立法会选举入门的一幕人栏 又是否会收得很紧呢 立法会的提名期到今个星期五截止 到昨日7月27日下午5点 选举事务处一共收到101份提名表格 至少有16个参选人收到选举主任的来讯 要求他们解释政治立场 收到信的全部都是非建制派 那样问题也比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多 不再只是问对港独的立场 也有问到其他范畴 包括是否对港区国安法反对 好像选举主任就会问参选人 曾经公开反对港区国安法 是否原则上反对香港特区政府 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等等 选举主任给部分参选人的信 也有问到参选人曾经表明 否缺所有政府议案、撥款或财政预算案 以逼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问他们这样做 是怎样可以符合到拥护基本法 和保证效忠特区政府 其实立法会议员的职责 在立法会的网页都有列明 写明包括制定法律 批准公共开支和监察政府工作 而这个权利其实是 基本法73条赋予的 条文写明 立法会的职权包括制定、修改、废权法律 根据政府的提案 審核通过财政预算案 以及批准税收公共开支 不过中联办曾经在民主派初选之后 就发表声明谴责过 否决预算案的行为 涉及到瘫痪政府运作 已经涉嫌构成了港区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不过基本法第50条也写明 如果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 或其他重要法案 经协商仍不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话 行政长官是可以解散立法会的 既然基本法已定明了 立法会一旦否决预算案的做法 为何还要向个别的参选人 特别问这些问题 又或者 为何不是向每一个参选立法会的人 都问这些问题 另一个有问到的问题 是否仍然有意请求 美国及其他外国政府 对香港实施制裁 其实自从上一届立法会选举开始 都有参选人 因为政见而不能入习 先不讨论选举主任的权力 是否包括审查政见 若然本处选举公平及平等的原则 是否所有参选人的政见 都应该受到选举主任的提问 而不是被人觉得只是针对某些参选人 有时事评论就说 看到选举主任的信件 预计到今届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规模 是会比以往大 不过同时间 今天就有消息传出 由于疫情关系 政府最快会在星期五决定 是否押后选举 背后的考量又会是什么呢 距离9月6日立法会选举 还有大约六个星期 但香港的新型肺炎疫情 就遇上前所未有的大爆发 今天就有消息传出 政府即将宣布押后选举日期 可能是要一年半载之后 才有投票日 疫情之下 押后选举是否明智之举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包括是行政会议成员 亦是民建园成员的叶国谦 你好 亦是证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亦是公民党前主席陈家乐 大家好 押后选举是否事在必行 现在来说 我不会用行会的身份讨论一个问题 事实上今天有些传媒说 今天行会开会等等 在这里我很清楚表达 我没有听说会有这样的会议出现 而我个人这方面的看法 我很清楚 我觉得在现时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都看到投票人 他们都会有很大的担忧 大家都看到正正是七一的一些游行 以及一些初选 跟着来带来的这种这样的 连串的社区爆发来说 都大家很心寒的 说疫情 叶国谦 就是要讲科学 要讲数据 还要讲责任 你说了一大堆东西 我还没听你谴责这个中华辉煌会 那三十多个个案 饮饮食食 唱卡拉OK 不戴口罩 我没有听你提示 工联会或者相关那些 在黄大仙又是这样饭饭食食 唱歌跳舞 带着奖子去西贡 开大食会那些 助选或者拉票的行为 那些其实是最高风险 你不去讲 你就是讲七一游行 再讲这个民主派的初选 整个没有证据 就硬将两天拉来说 到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 连今日 陈兆思局长都要承认科学的证据 就是政府的几十个豁免项目 针对香港境外的十个 针对澳门台湾中国大陆的 三十三个豁免项目当中 是有漏洞的 你不讲这些 所以说责任的话 政府责任最大 大家我想心水清的都知道 其实大家在考虑选情 你在考虑选情 请你自己考虑清楚 他们自己进行的 那个是在有关法例下面 我们在现在的安排下面 他们有一个这方面的聚会 是 这些聚会来说是合法的 合现在的法例 当时的法例 现在你看到其他的国家地区 108个地区国家里面 六成六的都已经将这些选举 退后延迟 你做什么 你自己有看过报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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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来说 都了解过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都会要考虑清楚 在什么情况下 使出这个选举 每一个投票的选民 去更衡人生安全 我们要这么考虑 现在我们连提及都要 出去户外 都要做很多措施 两个人走在一起 超过都会犯了限聚力 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都没什么看过报告里面的内容 我都很理解 你个人失望 是吗 我相信时间比较多 做研究的 由今年疫情爆发 去到7月26日 刚才说的六成的押后阻 有部分已经做了选举 有53个选举已经完成 绝大部分的是换届的选举 和全民的投票 全国性的全民投票 这个情况 你要记住 是正在发生的 新常态下面 大家都要做一个判断 你说香港没有准备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官员 去了政制事务委会 有解过的 在疫情下面 如何做好票站的防疫措施 有什么行为首则去建议 有什么可以保障到 这个票站的工作人员选民 有说的什么呢 就是排队的时候 那个社交距离 有说的 每一个人进票站都要戴手套 要消毒 要戴口罩 防疫的措施等等 这些其实 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丰富 而有效的经验 是给我们借监 我对周诚先生提出的 要等多久 提出的 他说要押后一年 我觉得很认同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 你说一个短期 我们没有可能会有一个 水晶球去没有 明天就完全没有了 但我们都要有一个 时间上面的考虑 如果提出一年 这个我觉得会是 大家看到奥运 日本奥运 举办奥运都会延一年 大家就很任意地 不是任意的 再加上立法会 是有任期的限制的 可能你和我都知道的了 基本法的69条 是说明任期是为期四年 对啊 对啊 那今届第六届 立法会去到什么时候 哦 结束了 对啊 已经是随着的 那你说一年 一年可以怎么做呢 有人说 这是紧急会议 一年是空荡期来的 这个肯定 我们要处理这方面 就要在这方面的处理 但是 那有答案呢 没有答案 你就被人延期 那没有答案呢 为什么没有答案呢 事实上呢 是可以按照 现在的立法会条例里面 就是说 当有紧急的情况之下 行政长工 他要求 这个刚刚卸任的立法会主席 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处理一些特别的问题 过程之中 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的 包括 财政议事案的批准 因为你要停的 你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处理财政议事案呢 都是要考虑 会不会牺牲了三权分立呢 对于这些 香港就没有三权分立的 不要承认这个 香港来说是一个行政主导 你说要延一年 假设这样的考虑呢 这段时间 基本上 立法会是停止运作的 停止运作的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去召开特别会议呢 这个肯定不理想了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 疫情 大家都紧张 但是用疫情 来破坏限制 来扭曲的限制 来剝夺香港人 应该有的选举权利等等 这个其实是很不值得去支持的 我们自己呢 每一个都应该要按照 现有的香港的法例 我们去考虑 怎样会面对这么大的疫情 怎样面对现在这么大的危机 又能够履行到 我们一个 每一个公民的县制的责任 好 多谢两位今天谈了这么多 除了疫情之外 中美国力之下的国际新形势 亦都促使香港要重新适应 较早前 美国宣布 不再给香港特殊待遇 会怎样影响到 香港的科技和学术发展 不完美的 日本的国力之下 国力之下 总总统尼士团 给香港的练习 共识的国力之下 更多人 要先开始 …… 李克尔·李克尔·斌尼是 从ente tras尼尼有 中美交互身處夾縫之中的香港無法行免 两个星期前 美国宣布会将香港和内地一视同仁 终止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 而早在上个月底 白宫已经宣布即时停止出口 美国国防装备到香港 也都将会限制军民两用科技的出口 在一些数据中心 或者电信箱或者互联网供应商 后面他们的后台 其实会有一些仍然需要用一些很大型的 包括路由器 我们一般叫交换器等等这些设施 这些通常都包括一些比较主要的供应商 都是来自美国的 所以这个方面 我担心他们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莫乃光认为 一般的电子产品 例如手机 交用路由器 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从事科研的电子公司 和大专院校 就有机会被波及 本土的电子公司未必说很多 但是仍然有部分在香港会做一些部分设计工作 将来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是有可能受到影响 大学等等做研发的 做一些电子 晶片方面的设计 那方面是会受到影响 年半前 我们采访过理工大学两间国家重点实验室 当时美国仍然视香港 是与内地分架的独立关税区 一些高科技仪器可以输入香港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本身 科研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自己本身分中心来说 我们都买了几套美国的先进技术 当中其实有些条文 我们都看到 就是那些仪器就不能再转口 买去中国 我们那些买卖文件里面 也写得很清楚 我们开始成立案的时候 我们都引进了一两台美国公司 纳米级经文交工设备 我们都要来的 纳米级经文交工程 都差不多要半年到一年 还有美国领事馆当初 卖给我们的时候 他每年都要派人 看看我们的机器还在哪里 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no special privileges no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and no export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我不知什么敏感 或者人家觉得敏感 我不觉得敏感 我不知道 香港目前有16间国家重点实验室 美国宣布新措施之后 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包括志志明在香港大学化学系的这一间 我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是这个世界是要这样行 你便自己因应这一方面 我的说法不是说 他都已经决定了 你可以做了些什么 以前我们去买东西 我们会说 美国会供给我们 欧洲供给我们 你不便宜我便会买那些 现在就很可能 如果他真的 这样变成我们 那个以价空间的能力 就有些 我暂时没有见到 希望将来没有见到 美国禁止敏感科技 输入香港 志志明并不担心 但他都认为 有些仪器的确比较敏感 包括这部 正进行投标采购的 超快激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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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能够取得很快的信号 以及激光 你问会不会有军事用途 你可以互有的 你什么都可以说是军事用的 有什么不可以 这个很笼统的名词 杜伟良创办过多间科研企业 他说七年前 在香港成立过一间电子公司 生意包括将日本 美国军用冷气的电源 转售去发展军用科技的内地企业 军工工厂最主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供一些 它冷气系统里面的电源 我听过客人说 最主要用的是 一些军舰上高的冷气 和一些装甲车的冷气 以前以往都是很直接 跟日本厂和美国厂订 都可以进口进来 收货在香港收货 然后报关都是电子零件 然后就会送回去 他有问究竟最终用途在哪里 我们当时都会问客人 那客人都说 我们用回研究所的名义去做 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都问他 为什么没有跟我们继续买 2014年之后 他自己都说 因为本身海外的零件特别贵 也都有机会说 随时人家不供应 所以他们当时也力争 都不仅仅只是军工 我知道其他行业也是 他会尽量将一些海外 或者外国的一些机器 也好 一些设备也好 如何将它本土化 全部用回本土设计的东西 也好 分成本也好 它现在是香港一间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公司尝试用鱼的杯胎 取代传统动物进行毒性测试 应用在食品和化妆品上 这项技术取得国际级的发明大奖 他们希望走前一步 晋身成为检测技术里面 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华为在5G领域上 它有自己一种制式 一种新的技术方式 那都是5G 等于我们一样 我们在乳杯胎测试上 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方法 那这样东西 你见到这个主导权的审批 是在外国的机构里面的 我两年前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它当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它说 为什么你要帮一间中国公司 去create unparalleled的advantage 就是真是当着我面子 那样跟我说的 我们做标准制定的时候 那些会议呢 多严苛 和多难听 有些是racist 我的科学家 甚至在电话议训练 想哭 被人骂到 有些 我们会担心 在现在政治气候底下 会变成为 为什么我会帮一个 好像敌国 去制造一些标准 将来有机会去骂我们 例如我只是说 古古化妆品 你想想多大的市场 中国 如果我做完这个标准 之后 去查一些美国产品 然后我发现到 美国产品里面 有些未必那么好的结果 那它就自己捉重了 它觉得 会的 我们绝对会担心 所以我们都很低的 一路去推荐 中美敌对的政治气候 除了影响香港科技发展 也都蔓延到大学校园的人民交流 美国今次的制裁 就包括两项学术活动 中文大学校园内 有个接收器 俗称UC波 用来接收卫星数据 监察台风、海啸 这些自然灾难 是中大一个研究所 和美国的合作项目 现在被即时中止 被中止的还有 富布·赖特交流计划 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 这个计划由美国资助 已经有74年历史 在160个国家 或者地区运作 资助过39万人跨国交流 包括60个诺贝尔奖得奖者 我觉得很无辜 其实也不牵涉谋 也不牵涉政治 纯粹学术 特朗普说要取消 就是当初攀学 让大家知道 学术对于这个世界的政治发展 完全没有关系 你不去搞政治 政治都可能搞到你 我在政治读书的时候 我第一科行政学的科 老师是Fulbright Scholar 教得很好 也很吸引 所以我现在研究的专长 也是公共行政的 主要因为在他身上 得到一些啟化 也有些感受 所以最后就决定了 将公共行政 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所以现在突然间 没有了觉得 我自己受惠 我也想我这些学生受惠 王伟豪当年的啟蒙老师 是Terry Cooper 1988年 他获得 富布莱特交流计划的资助 来中文大学做交流学者 为其一年 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 是圆布 那是 有毒性的 知道 我們將世界遇到共同的解釋 避免共同的關係 我沒有知識 川普是很奇怪的人 我不想說這次公開 我覺得這個計劃是一個悲劇 現在最令人擔心 不僅是政治同學 好像沒有分界 總之他覺得喜歡制裁你 就可以制裁你 遲些再進一步 會不會我們去外國開會 他都可以不批簽證 純粹學術的交流 這個像當時冷戰 我們大家沒有交流 沒有任何交流 因為我現在要圍堵你 我現在有冷戰 所以我不跟你有任何接觸 所以我很怕我們會重新回到局面 大國局勢和香港時勢都持續多變 港大校委會今天開會商討 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教席去留 最新消息說 港大校委會大比數通過了解僱他的決定 而戴耀廷也在自己的社交網站證實了這個消息 說這個決定不是來自他自己 也不是來自校方 而是港大以外的勢力透過他的代理人作出 他又說這樣做是標誌著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 過了今晚12點 大家的生活也會有新的變化 食市全日禁止堂食 在戶外工作的你 想到拿著飯盒在哪裡吃東西了 會不會考慮一下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建議 工作期間去郊野公園開餐 提起大家 限聚令收緊到兩個人 違反的話可以被罰款2000元 而今日香港新增了106宗的確診個案 也有再多一個人離世 累積已經有23人因為這個疫症死亡 而消息說亞洲國籃館 也將會用在社區治療中心 最快下個月初就可以接受第一批病人 隨著疫情越來越嚴重 大家都要注意疫情的發展 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健康 注意個人衛生也減少外出 今天聊到這裏 下集再見